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都市丽人董小姐 今天视频的主题 我猜你们看题目就已经能看出来了 对没错 就是我身边的这把天价椅子的开箱 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把椅子呢 是因为疫情期间 我发现除了我在家里吃饭做饭和健身的时间以外 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都在电脑前面的 不论是我玩偶啊 还是看剧啊 还是打游戏啊 什么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与其我花钱去买一个衣服包包 然后这些东西我一时半会儿也穿不出去带不出去的 倒不如我去花钱买一个我每天都用得到 而且使用时间非常长的东西 你们说对吧 那一个好的高级的这种人体工程学电脑椅呢 我自己坐着舒服 然后对颈椎也好 而且吧 你知道这么一个尊贵的牛乎鲁士 也该就是到这个时候来配一把符合我尊贵身份的这种奉免了 其实买椅子这件事吧 也是我的好朋友 刘宁士 刘老板给我的灵感 因为他自己家里就有一把 乙中之王 Hermann Miller 的电脑椅 You know 就是有的时候做这些富婆的朋友压力蛮大的 因为他们就经常会带你买一些这种有的没的的东西 You know 那有了买椅子这个想法以后呢 我就在网上查了各种资料 研究了一下人体工程学电脑椅这个东西 世界上比较有名的孩子呢 比如说有Hermann Miller 然后有Heroz 然后世凯 日本的当村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得在网上找 其中的哪些我在德国能买到 You know 不过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哈 然后最后我的决定就是Heroz的Firm这款椅子 那这款椅子的价格应该是根据配置不一样 从一千一两百欧到一千四五百欧不等 大概就是一千二左右吧 但是呢我买的时候比这个价钱稍微便宜了一些 因为网站上有做活动 然后买了以后今天它终于到了哈 我都市利人啊 一个人用尽了我的红光之力 把这个我觉得只有25公斤左右的椅子搬上了楼 我家不在底层哈 You know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打开 我就是光把这个上面的这个铜胶撕掉了 所以咱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个价值 一万块钱一把的椅子到底长什么样吧 Let's go 我刚才费了九牛二骨之力把它从这个箱子里头弄出来了哈 感觉啊 看起来有点平平无奇的样子 那个大家等一下哈 我去研究一下它的这个说明书 因为它的这个功能比一般的椅子要复杂一些 所以我研究一下 然后回来我把镜头垃圾表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我们一会儿见 2000 years later 好了 那我刚才研究说明书研究了半天哈 就是它的功能真的是有点多呢 嗯 来 现在让我来一一的为你们展示 现在应该能从头看到脚哈 我自己看我镜头里是能看到的 所以应该没有大问题 来 先给大家看这边 这边能调节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地方就是座椅的高度调节 那这个高度调节基本上是个椅子都有哈 你就从那个几手一把的 这个是基本的功能 来 这样 然后我现在最大的使用感受 就是它的这把椅子 它调节起来非常的柔适 非常的smooth you know 然后给大家来小知识点哈 就是你坐着的时候 然后最合适最健康的角度应该是你的大腿和小腿 这个位置是成一个直角的应该是就最正确的坐姿 然后它前面第二个地方是有一个摇杆和一个拧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张力调节 什么是张力调节呢 就是说我往后一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哈 它这个以背回弹的就支撑我的这个力度 就是 来 如果我死尽死尽往前仰 往前摇呢 我就会发现 我就会发现我很难往后摇 因为它整个就是病的比较死 然后如果我往后摇呢 它整个就会松掉 哎 你看我就很容易一躺 就躺下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它旁边有一个可以可以拧的地方 这个叫做角度调节 也是跟椅背有关的 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很松的状态下 我往后的仰脚 我最习惯的是多大 往后拧一拧啊 我就 呃 整个人我就 咬下去了 然后如果我 掰的很靠前的话 那就是即使这个椅子 嗯 张力很松 但是我往后仰的角度也只紧下一阵 这功能有点fancy的哦 那我们现在转过来 然后给大家看另外这一边哈 然后另外这边也是有两个可以调节的地方在这里 想给你们看第一个哈 第一个地方在这儿 这个叫做坐身调节 就是它有点像那种 嗯 车座的感觉哈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 按住这个的话 你整个座位是可以往前推和往后推的 不知道视频里看的清不清楚哈 就是它 可以呃 怎么讲 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人体型有关吧 所以说能能让 通过前推和后推来让这个椅背对你的腰椎啊这里能有更舒服的接触度 然后能更好的支持你 我觉得是这个功能是干这个用的 然后前面这个按钮呢 它应该是叫做前倾条件 来 哎呀 有点诡异就是说哈哈 就是说这座垫呢 它不仅可以这样前后拉 它也可以这样 就让它向前倾 那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有的人比较喜欢那种服务案工作 就是刚刚就在打电脑的时候它是那样子的 嗯 这样应该会 轻 前倾起来比较合适他们吧 但是我感觉 这样应该不太健康吧 这有点诡异啊 好了 那我们座椅两边的这些可以调节的地方 我都已经给大家展示了 我现在要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4D手柄 这也不知道什么 BAR 对吧 什么叫4D呢 就是首先哈 它这个BAR在旁边的一个位置 呃 你按它的话 你是可以调节它的高低的 就把它 首先你可以往上拉 嗯 我把它调整一下 嗯 大概这个位置我比较舒服哈 然后把它拉完了以后 它不仅可以上下 它还可以左右拧 哎哎哎 我不知道大家视频里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所以说它整个这个手柄 活动性很强 这个也是一般的电脑 因为我觉得没有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调节到一个你自己舒服的一个位置 放手其实还是挺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哈 椅子这个东西哈 就是不研究不知道 然后一研究发现就是门门道道还挺多的 包括像它的轮子呀 什么呢 是和哪种地板都是有说法的 都不一样 嗯 然后像我现在选的这款椅子呢 它的背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的 这是 就是露空里 然后富人这款椅子最高级的配置的话 它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调节的 但是我现在手里自己买到的这款没有 所以也没有办法给你展示了 嗯 它的后背是说是用四层材料设计的 怎么怎么能贴合我们的背部曲线 支持我们的几注 就看起来其实还蛮像 蛮有那种人体骨架的感觉 呵呵 好啦 那我感觉我把今天 嗯 就是这个椅子的功能性哈 它可以调节的地方 然后也给大家展示完了 我说一下我的第一感受吧 嗯 首先我个人觉得它比平价的椅子分量要足 就是我和我以前的电脑里比 我觉得这个要成不少 然后做工真的是要好很多 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 然后它的功能性也很强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过的能调节的地方非常的多 然后我现在做了这么一会儿呢 我感觉确实是就是 嗯 腰椎后背这里贴合的 要舒服一些 但是就舒服舒服这件事呢 我决定 多做几天 然后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更真实的 反馈吧我觉得 也非常的适中 因为它太灵活 它歪掉了你知道吧 就本来是比如说我是想把手放在上面的 然后一不小心它就歪了 嗯 但是呢这个是小毛病哈 也不影响我对它整体的喜爱吧 咱们这么说 那如果你们现在来问我买这样一把很贵的椅子 值不值 就是也不特值 这把椅子哈 嗯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是你看你的经济实力允不允许 第二点就是你看你使用这把椅子 也就是说 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时间长不长 如果经济实力允许 然后你每天坐在这把电脑椅子上的时间也非常长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值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投资 然后呢 姊妹们啊 如果你们有男人的话 前提是有男人的话 我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是送礼物的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看送男生不像送女生 什么首饰呀 化妆品呀 然后衣服包包里面送 你们也知道就是男生的喜好 嗯 就很难送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让他既能用得着 然后坐着也舒服 那你看他坐着舒服了 嗯 腰椎保护好了 you know 腰好了以后 嗯 想服的可是你们 好啦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这期视频大家喜欢 然后记得给我点赞 记得给我留言 记得告诉我 想让我拍什么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董小姐 安你们哟